位于在台北汐止有一家鲁味小店 老板叫张凯玲 原本是生活无鱼的船长夫人 没有想到八年前丈夫忽然过世 顿时依靠的她为了维持生计 卖起了鲁味 她本身只吃素 所以店里头只卖豆干 海带 花生 以及焦糖蛋四种素的鲁味 最招牌的就是这款焦糖蛋 用了三种糖来调味 卤出的鲁蛋不仅有诱人的焦糖色泽 吃起来更是香甜Q弹 很多人都说吃了回味无穷 好品味哦 好好吃哦 蛋不蛋 蛋 三个卤锅同时开锅 只卖豆干 海带 花生跟卤蛋 四种素卤味 种类不多 简单朴素 但能卤到入味 咸味适中就不简单 这间味道细致的小店面 飘散的卤味香 总是吸引客人混香而来 我就是闻到这附近 为什么有那么香的味道 然后我就开始找到 你知道那个 你知道那个 牛局 就可以闻到那个香味了 对啊 真的 我不骗你 是种卤味 因为我觉得东西酸 会比东西多来得好 而且对客人也比较负责任 然后东西太多 如果不是卖得很平均 那我觉得它也比较没有新鲜 像我这四种我就是每天限量 卖完就没有了 那我就可以很很有自信的跟客人讲 我的东西是新鲜的 韩豆自家鲁味表情自信满满 为了保持食材新鲜 老板娘每天亲自上市场挑选 今天是要多人站在这里 熟门熟路的来到传统市场 张凯玲说亲自挑选才能真正放心 因为到市场食材我才看得到 而且我会来这家买 是因为它的食材很新鲜 那你看这个豆干都是很有弹性 它就不是冷冻过的 不挑选一般外形方便的豆干 只选立方体的豆干 如此来更加多汁 除了食材亲自投选 就连卤包也不买现成 而是自己买中药材分装 就是一个透明塑胶袋那种 我绝对不买 我一定是要有买 进口商也好 材料就是说 它是有品牌的 然后它的进口商 它的成分什么都写得很清楚 八角 花椒 辣椒 甘草等药材 仔细分装 加入以酱油和蚝油调制的卤汁 但要让豆干Q弹不色 得加点沙拉油增添油脂 那我会加一点点沙拉油 因为豆干你要它就是说 有一点油脂的感觉 它比较不会干干涩涩 那所以我会加一点沙拉油进去 轻粒轻微 卤出的豆干 每一块都呈现油亮诱人的咖啡色泽 还吸附满满咸香甘甜的卤汁 一口咬下juicy口感令人惊艳 豆干它就是 它卤的就是说 跟一般的豆干不太一样 它很大块 就是你吃起来有很juicy的感觉 就是它就是会通常的汤汁流出来 所以每次吃的时候都很开心 好味道让小店做出口碑 也让路锅从不停歇 但夏天高温难耐 细火慢熬的过程 让张凯玲时常热到中暑 有一次中暑还在我楼上 那个厨房是昏倒了 自己都不知道昏倒多久 上去就突然觉得眼前一片黑 所以我现在在这里是常中暑的 每天一个人握在厨房 忙到天魂地暗 只有锅炉与它相伴 让人很难想象 她原本是不用煮菜 不用做家事的船长夫人 因为我先生很会赚钱 她是常游海运的船长 她赚钱赚得多 每个人都说 让你实在是 看不出来还会嫁中老公 只要看过我先生人都非常之羡慕 去哪里找这种人 和丈夫杰里12年生了三个孩子 生活无余 幸福美满 但八年前的一通电话 让张凯玲的人生从此变掉 那天是1月6号 那天很冷 然后他们公司晚上 就有人打电话给我说 你先生在印尼出了一点事 那我们必须当面跟你谈 问我人在哪里 那接下来大概不到半个小时 就有四五位吧 我们看 我就觉得 哇 诈骗集团还穿那么整齐 带银牌 他就跟我讲说 他就是心急梗塞就吃饭的 要去吃饭的途中 就往生了这样子 到现在就是情绪不好的时候 还是会 不高兴都还是会去骂他 要不是你 我今天不用这样子 对 到现在就会啊 八年了 其实 人家讲说走出来 其实是走不出来的 即便时间 只是说因为时间久了 那久了之后就觉得 你埋怨也没有用 埋怨也没有用 顿时依靠的张凯玲 得一肩扛起经济重担 还得抚养三个小孩 我也去帮人家打扫 做那个就是兼职 那时候短时间的啦 兼职打扫大楼 才发现真的是 以前命太好了做不来 那也曾经去学校的早餐店 五点要到学校去帮忙做早餐 因为我都觉得 先生不在之后 公婆还有两个小叔可以奉养 我的小孩子怎么办 头一两年张凯玲四处打零工 直到一次参加宗教活动 做了素滷味带去分享 才开启卖滷味的生意 我就会滷 就是每天滷一些 然后带去请大家吃 吃久了之后 人家就会觉得不好意思 你每天都吃你的 你这个也要钱 就说那不然我跟你买 你要不要试试看做这个 但刚开店时没有资金 就连冰箱也是邻居赞助 即使很客难 张凯玲还是撑过来了 到现在开店四年 真正从外行变成内行 就连煮蛋 剥蛋都有诀窍 有的妈妈会来问我说 我剥的蛋怎么煮的 为什么那么漂亮 我说没有啊 就是蛋要休息 就是拿回来让它休息两天 就很好剥了 因为我个人建议 她看我在剥蛋 一天要剥那么多很辛苦 她就也跟我说 你怎么不要去买人家那种 剥好的 可是那个我不敢 因为我看过人家现场剥 剥的丢进去 三秒钟它就变色了 坚持每道程序自己把关 张凯玲的卤蛋 就用了三种糖来卤制 冰糖是色者 它会光光亮亮的 然后二砂是甜味 然后红糖是香气 对 那就用这样子去调配 它出来的口感 就不会单一一个口感 卤出的焦糖蛋 外表呈现咖啡色泽 或只是单纯的咸香滋味 有着更诱人的香甜口感 让人吃尽满嘴香泉 我经常把它们叫做卤蛋 对 我觉得它们包装啊 环境啊 卫生都很够 然后又很方便 味道很入味 卤的颜色也很好看 就让人感觉到很好吃 口水直流的感觉 我觉得卤蛋甜甜的 很Q 很好吃 但蛋黄软软的 也摇起来不会太易 就这四个 海带有 有 海带 走过丧腐之痛 挺过经济拮据 单亲妈妈张凯玲 用双手卤出喷香卤味 让自己的人生重新出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